肯定這間包棟民宿有溜滑梯 超大游泳池 房間是水管屋造型 包棟一碗一萬八千八百元 入住房客PO文 住進來後是一場噩夢 房間四間全部沒有電燈 也沒有冷氣 教育廳也沒有冷氣 只剩下電燈 房客PO文抱怨 21號晚上8點狂跳電 一路跳到晚上11點 請來管家處理 一開始態度口氣都很好 但後面疑似不耐煩 口氣很派 還說要釘口氣 他是說我們是恆春在地的啦 現在你給我拆啦 我叫你輸贏啦 民宿業者也回應 誰說要釘口氣 還嗆說要到廟裡發誓 讓網友也看傻眼 狂酸喜歡釘口氣的歡迎入住 跳電就好好請人維修 不管是跳電還是釘口氣 要去墾丁包棟 絕對先跳過這一間 因為采雷很掃興 水滴15那邊有沒有 就是說我來工作為什麼會被罵 免費大家不愉快的口角 清查該民宿為非法民宿 民宿業者解釋是配電盤故障 才會出現跳電情況 但也指控是房客口氣差 才會引發訂購給口角糾紛 最後還請來地方代表來處理 但這一間民宿是非法經營 離譜的住宿經驗 恐怕讓許小姐這趟二十人的家族旅遊 玩得滿肚子氣 記者 張初華 評論報導